根据当地媒体8月26日报道 阿根廷警方查获大约1.6吨可卡因 市值4.5亿美元 警方怀疑这些毒品的目的地是迪拜 联邦警察公布的视频显示 罗萨里奥市有成牌的印有奢侈品牌标志的包裹 被埋在玉米饲料袋里 当地媒体报道称 这批毒品将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运往中东 资光路地设分ков 这个视频后来获得来 500毫升